5月7日电影关云长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 这样所有主创人员都开心不已 今日真子丹、王世诗、麦少辉、卓文强打人 就特意举办关云长全国票房迈向三映活动 希望电影关云长可以票房再闯新高 以武打见长的真子丹 近年来的作品也多以武打片为主 叶问、锦衣卫、导火线等多部片子 让观众见识到了真子丹真功夫的同时 也不免对真子丹的电影少了些许的期待 对此真子丹也表示 自己正在积极扩关自己的泄露 有机会我当然会尝试 我作为演员应该是尽量去自我挑战 还有去扩展自己的戏路 早前就宣布要给自己放假的真子丹 他言今后的时间要多陪陪孩子 但真子丹也无奈地表示 放假期间自己仍有大量的广告和商业活动要出席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广告 还有一些工作的 电影的一些宣传的一些 接下来还要去甘纳了 接下来马上要跟大家见面 所以虽然还放假 但是也是不断地有工作